寒流发威全台时低温特报 花林市也在7号开始出现了强风 气温是急转直下 花林市公所立即启动了暖心专案 市长魏嘉贤是陆续的前往多处来关心街友 并且关切独居老人 暖心的送上保暖物资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度过寒冬 入冬以来最强冷气团来袭 气温急转直下 为了关切街友集独居长者在寒冬中的生活情况 7号下午花林市长魏嘉贤 特地协同主任秘书欧美华 及社劳客长肖子卫等人 陆续探视多名街友集独老 并且送上包裹手套 保暖衣物和暖暖包白米等爱心物资 劝导他们找寻可以避寒的地方 或是前往仁安基金会 附设的住宿空间度过这波寒冬 那中央气场局也报了 我们这一两天会有非常寒冷的一个 迪温的一个特报 那针对我们市区的独居老人 跟我们的一些游民朋友们 其实我们都启动了相关的一个 关怀的专案 那我们希望借由公所的力量 能够协助他们能够 闪避这一次的寒冬 所造成的一个伤害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有造访几位的好朋友 那也是关心独居独老的一个状况 那也有看到游民的一些状况 那我们总计今天会 会请我们相关的同仁 去将几位的游民的状况 把它做相关的了解 也发送相关的物资 那包含了手套保暖衣 保暖的相关的雨容背心 跟我们所有的一个保暖的一个设施 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些部分 能够闪避一些寒冬所造成的伤害 那我们也有跟游民来做相关的劝导 希望他能够到相关的社福单位 如人安基金会里面去做 避寒的一个部分 那前一段时间 也有一些礼上的一些独居长辈 因为天气突然变得骤降 天气变得寒冷 那可能发生了一些一些意外 那所幸因为里长跟所有附近 街坊邻居的关怀 第一时间抢救的回来 那我们希望这些的意外 都能够减少它的发生 避免它的发生 霍联市公所推出的暖心专案 从去年底开始至今 已经分别仿是超过十位街友 市长为家先也恳请街坊邻居 生活周边如果有独居老人需要协助 也请多加给予关怀 有发现急需帮忙的游民朋友 及弱势家庭也请务必和华联市公所联系 让大家协力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记者徐立芹 华联市报导